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可能的出处之一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序论中的一段描述 这段描述的早期译文是这样的 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 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形式 在这段描述的后面黑格尔做了补充解释 他说每个时代都有他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 使他的举动形式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 黑格尔认为某一段历史会表现出什么样子 主要取决于这一段历史所遭遇的历史环境 不同历史环境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现象 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法则或者规律 在另外一种不同的历史环境中 就无法完全发挥它们原来的作用 如果从历史演进的微观层面来看 那么两汉对待工程群体的不同方式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黑格尔 这种历史逻辑的体现 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 六年之后就连续发生了工程被诛杀事件 不过西汉开国工程作为一个群体 他们的遭遇又是什么样的呢 丞相是全国行政工作的总负责人 在西汉前期被称为相国 在后期被称为大司徒 西汉时期一共产生了49任丞相 其中前11任都是开国工程 太尉是西汉军事工作的总负责人 在西汉中后期被改称为大司马 西汉一共产生了33任太尉 其中前5任是开国工程或者他们的后代 丞相被开国工程群体把持了47年 太尉被把持了53年 在西汉四分之一的时光里 开国工程群体实际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刘邦 以及他所代表的工程群体 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这个新国家应该让谁来负责管理工作呢 秦王朝原本的做法是 把国家的日常管理工作 交给文官官僚阶层去负责 而工程则根据授封爵位的不同 去收获他们在经济上的利益 工程无权以功勋为借口 去分割政治权利 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 官职所以任贤也 决路所以赏功也 秦王朝的逻辑是 一个人对国家有贡献 那么国家就以爵位 和爵位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去奖励这个人 而官职和行政权 是不能被随意分割的 这就是官决分离原则 秦王朝统一天下之后 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郡县体制 而实际运作郡县体制的 是同样覆盖全国的文官官僚体系 但是这个体系还没有来得及稳固下来 文官官僚们还没有发展成一个 成熟壮大的阶层 秦王朝就土崩瓦解了 在此种情况下 西汉的开国工程群体 他们只能自己走上前台 去接手国家的日常管理工作 就算作为工程领袖的刘邦 不想让工程们接手 在当时他也找不到另外一个 可以立刻替代工程群体的全国性阶层 就这样 按照秦王朝的传统 西汉开国工程群体 获得了爵位和经济利益 又由于秦末汉初的特定环境 他们也同时占据了行政权利 西汉建立过程中产生的 这种不得已的处理措施 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传统 上面我们提到的 西汉49任丞相和33任太尉 他们基本上都是列后 都有封义 即便一开始没有爵位 只要成为了丞相或者太位 就会同时被册封为列后 秦王朝的官决分离原则 到西汉这里就变成了官决一体 在刘秀集团建立东汉王朝的过程中 也产生了一个和西汉类似的工程群体 在这个群体的上层集团中 自身副兄辈或者副祖辈担任过郡县官职 甚至中央官职的可以说比比皆是 按照一般的逻辑 他们似乎更应该像秦莫汉初那样 填充到各个政府机关当中 去占据行政权利 但是经过西汉200年的稳定发展 全国性的文官官僚已经依托行政体系 形成了一个稳定而且相对独立的阶层 他们在运作和组织国家方面已经非常成熟 虽然西汉和新芒都毁灭了 但是文官官僚阶层所运作的 遍布全国各个郡县的基层行政组织 并没有随着旧王朝的毁灭而完全瓦解 所以刘秀集团可以利用县城的人员和体系 快速恢复原来的管理工作 基层是如此中央也是如此 从东汉建国到刘秀去世 一共产生了11任大司徒也就是丞相 除了第一任邓宇和第四任韩新之外 其他人都不是功臣群体出身 而且他们都有担任旧政权官吏的背景 基于上面这些条件 到公元36年 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 东汉最高统治层 干脆把功臣群体 尤其是军功群体 从行政体系中剥离掉了 从此之后 功臣不掌行政 最起码功臣不做三公 就成了东汉王朝最重要的政治原则之一 在东汉200年时光里 产生了72任司徒 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 他们就不再同时拥有猎猴爵位 西汉的官决一体 有正有决 到东汉就变成了官决分离 有决 无正 有正 无决 汉光武帝刘秀 利用不同于秦末汉初的历史条件 发动退功臣的政策 就事后来看呀 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实现行政体系的彻底文官化 也就是后汉书所说的 禁文力 退功臣是手段 禁文力才是目的 按照东汉会要的统计 东汉乡籍及以上各级政府 一共有152986名官吏 东汉王朝的存在就是依靠这15万名官吏进行运作的结果 既然东汉王朝在一开始就断绝了功臣群体 或者说勋贵阶层补充行政官吏的可能性 那么有什么渠道能源源不断地补充这15万名官吏的缺额呢 这就是儒门弟子 在西汉中期之后 学习儒家典籍就已经成了进入政府的快捷通道 班固在汉书儒林传的记录时 光是以传播儒学为业的大师就已经有了上千人 这些大师和他们门下成千上万的弟子 都渴望进入政府 获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收益 就连刘秀本人也曾经专门到长安学习过上书 西汉的这种风气在东汉开国功臣群体中也有所体现 清朝人赵毅在《念二世扎记》中就评价说 东汉忠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 面对这么一个掌握知识和社会舆论 同时对参与政治又充满渴望的阶层 光武帝就为他们拓宽进入政府的通道 用他们去替代功臣群体在行政体系中的作用 这么做既团结了更广大的阶层 让他们支持新生的皇权 也可以加速实现政府行政体系的纯粹化 在光武帝对东汉政治体系的设计中 一个以雇佣关系为基础 完全依靠文官官僚阶层运作的行政体系 将会变成一个更专业、更纯粹、对皇权也更安全的统治工具 这就是中国文官政治传统在制度层面上的一个开端 在已经完成纯粹化、文官化的行政体系上 光武帝就开始追求另外一个目标 西汉的中央政府以三宫为核心 三宫也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府 西汉中期之后 太尉改称大司马 御史大府改称大司空 王莽时期呢 丞相又被改称为大司徒 到东汉建立 大司马的称呼作废重新变成太尉 大司徒和大司空都去掉了大字 这样东汉的三宫就变成了司徒、太尉和司空 在汉初的时候 三宫是国家日常政治运作的总负责人 是各项政策的主要发动者 到汉武帝时期 开始以负责传递内外信息 处理文字工作的上书为核心 组建新的参谋机关 这就是内朝 而原来以丞相为首的行政系统就变成了外朝 秦汉时期的宫式建筑 从功能和限制程度上来说 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庭和后宫 前庭是皇帝和中央政府核心机关办公的地方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朝廷 后宫是皇帝和其他核心皇室成员 起居生活的地方 也被称为晋中或者大内 汉元帝时期 为了避讳皇后王正军的父亲王晋的名字 晋中也被改称为省中 在前庭 有一些人专门负责服务皇帝 或者辅佐皇帝办公 这些人就被称为公官 比如博士、义郎、业者什么的 就属于这个体系 在后宫里 也有另外一批人负责类似的事情 这些人就被称为省官 除此之外的政府官吏 就被称为朝官或者外官 相应的公官和省官 有时候也被称为内官 内官系统在性质上属于皇帝私人 原本是不参与国家大政的 但是在汉武帝将政治运作 分割出内外朝之后 内官系统由于先天的优势 就成了内朝的主要组成部分 并逐步形成了内官系统负责制定政策 外官系统负责执行政策 这么一种新的分工方式 而上书就是内官系统 参与政治运作的主要渠道 或者说是内官系统所掌握的主要实体部门 上书原本是少府下辖的一个小部门 在汉武帝选择上书作为内朝运作的核心之后 他就在实际上脱离了少府的控制 成了一个独立部门 并逐渐被改称为上书台 台省或者台阁 在最开始的阶段 上书台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各种政府文件和档案 在皇帝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对某些事情给出处理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上书台负责的事情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要 到最后 上书台不仅可以替皇帝批阅各级政府部门的报告 并给出处理意见 还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去审查各个部门的工作 还要为皇帝草拟诏令和传递诏令 也就是说 谁控制了上书台 谁就在实际上控制了皇权 所以 汉武帝之后的西汉主要权臣 一般都会有领上书式的头衔 比如霍氏和王氏都是如此 汉元帝时期的领上书式大臣肖旺之 他就评价上书台是百官之本 国家书籍 有鉴于上书机关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 为了避免重蹈西汉的覆辙 光武帝就取消了领上书式这个头衔 但是并没有同时撤销上书台 而是改成由皇帝本人亲自管理 以此确保对这个核心部门的完全控制 控制了上书台之后 光武帝就开始在之前的基础上 继续加强这个部门的权力 他把原本属于三公 准确地说是属于成像的部分权力 比如对县令及以上官吏的任免权 也转移到了上书台 造成的结果就是 上书台的权力比西汉时期更加集中 成了凌驾于一切政府机关之上的超级部门 汉末政论家众长统的总结就是 光武帝为了防止王莽之类的权臣再次出现 所以把政府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虽然国家设立了三公九卿 但是真正要紧的事情都交给了上书台 这就是所谓的虽制三公 事归台阁 光武帝追求事归台阁有他自己的逻辑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要实现皇权和项权的专业化 也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利不治民 自从有皇帝制度以来 代表最高统治权威的皇权和代表政府行政体系的项权 他们的权责范围就在不停地进行调整 到光武帝这里 皇帝就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那种模糊的概念 皇权和项权呢 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这就是皇权治利 项权治民 皇权监督行政体系 项权管理普通民众 光武帝通过一系列的调整 把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的概念进行了制度化 皇帝和皇权负责制定政策 是专业化的决策机关 政府和项权负责政策的执行 是专业化的执行机关 如果说西汉时期的项权还可以参与最高决策左右政局走向 那么到此为止 东汉时期的项权则基本上丧失了这方面的能力 这种政治运作原则成了后代王朝进行制度设计时的参考规范 唐朝人韩玉对此的总结就是 皇帝就是发布命令的那个人 而臣子就是把命令传递给民众的人 与此同时 在汉光武帝的设计中 皇权也不再承担全国性的责任 这个责任呢 被转移给了项权和以项权为代表的政府 因此 在东汉的历史中 每当国家遇到棘手问题 比如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 就总是习惯于通过牺牲项权和政府来缓和矛盾 仅仅是汉安帝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 东汉中央政府的三公就有45.7%的人 因为自然灾害被罢免 如果对比西汉时期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同样的200年时光里 西汉产生了49个成像 而东汉却产生了72个 是西汉的147% 汉光无地 要在制度上分离皇权和项权 实现二者的专业化 这就需要先加强皇权 保持皇权对项权和行政体系的优势地位 然后才能进行强制分工 所以 要致力不致民 就得先做到事归台阁 而要想做到事归台阁 就得先完成行政体系的纯粹化 或者说文官化 这样才能比较容易地 从行政系统夺取权力 也就是说 得先尽文力 而要想尽文力 就得先做到退功臣 先把功臣群体 屏蔽在行政体系 至少屏蔽在中央政府之外 这样才能无阻碍地调整行政体系 给文官官僚阶层腾出空间 这就是光武帝上述一系列操作的大致逻辑 汉光武帝刘秀 他鉴于西汉的教训 而在东汉既定的历史条件下 对大统一的国家制度 进行了一系列重新设计 我们上面所列举的 只是几个主要部分的粗略情况 总的来说 这些设计 理清了大统一的国家组织形式中 原本混沌不明的部分 在政治运作方式上 开创了一个不同于西汉的新局面 这种变化对魏晋南北朝 乃至于隋唐时期 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光武帝所做的以上这些 原本是为了给东汉 营造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 不过历史的发展 却远远超出了他当初的预想 这些我们后面会谈到 本期的主要内容就先说到这里 剩下的时间 我们来尝试回答一个问题 东汉开国功臣们 为什么知名度这么低呢 光武帝刘秀 在东汉初期推动的 退功臣晋文力政策 以及与之相关的 对政治体制的一系列调整 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独断专行 而是整个东汉开国群体的选择 比如 公元36年的退功臣事件中 分别担任左右将军的贾父和邓宇 也同时被罢免 这两个人是东汉开国群体中的核心成员 邓宇更是云台28将的第一名 是这两个人主动退让 交出了权力 才促成了退功臣政策的顺利进行 光武帝刘秀是东汉开国功臣群体 在政治上的代理人 是功臣们通过南征北战建立了东汉王朝 而作为领袖的光武帝就必须要在新的王朝中保全他们的利益 由于情况已经不同于秦末汉初 所以光武帝和他所代表的功臣群体选择了新的处理方式 功臣群体放弃自己的行政权力退居到幕后 而他们放弃的权力最终都通过上书台 加强到了光武帝的身上 东汉开国功臣群体之所以在历史中显得很低调 一是因为他们很快就从政府工作中退出 所以没有留下更多的事迹 二是因为他们的代理人光武帝刘秀 已经在实际上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所以并不需要他们再采取额外的行动 按照后汉书马武传的记录 对功臣群体光武帝刘秀一直非常注意维护他们 小过错什么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时在赏赐方面又非常的慷慨大方 只要有了好东西就会赏赐给所有的猎猴 自己一点也不留 而面对没有功臣群体存在 已经文官化的行政体系 光武帝就毫不客气地对他们实施严厉监管 后汉书《申图刚传》的说法是 光武帝时期官僚阶层受到法律的层层审查 工作压力非常大 而光武帝身边的亲信侍从 甚至还会因为犯错而被直接拖到地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殴打 这就是后汉书《甲妇传》所总结的 地方以历世择三公 故功臣并不用 到了刘秀的孙子汉张帝时期 大臣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 对此仍然记忆深刻 所谓光武成王莽之鱼 颇以严蒙为政 后汉书的作者范叶总结了光武帝和他的儿子汉明帝时期的政治特点 他认为光武帝和汉明帝是在用一个普通官员的标准去要求三公 而且动不动就对大臣进行斥责甚至杀戮 实在是太过于苛刻了 如果只从刘秀本人的身上去看待这些历史现象 这种所谓的苛刻自然只能归结为刘秀本人的性格问题 但是如果联系到东汉建国初期各个社会群体的状态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 无论是开国功臣的低调 还是汉光武帝刘秀的苛刻 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东汉开国功臣 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从政府中退出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完全放弃了政治权利呢 不是的 实际上他们的政治权利 他们对国家的影响力 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实现 这就是外企 在说外企的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汉代的人口普查问题 这就是外企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汉代的人口普查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汉代的人口普查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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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